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样东西 第二个人家就没有的 偏偏的天就要帮你们 就只是大官人家才有的 就算是要用我对眼睛 我都可以挖了它出来 别说我家有了 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趁那个武大郎病 大官人你就翻约财谱 拿砒箱来 那娘子就找个大夫开一剂 那些医心疼的药 于是就沾上砒箱去 毒鬼四个三寸钉 毒毒毒 还有啊 趁武宠还没回来 你一把火把武大郎烧得好像炭干干净 到时死无对症 那武宠多久你们不何了 对吧 一年半再之后了 大官人你就抬顶叫过来 接了娘子回家 正所谓幼嫁就从亲 再嫁就从申 武宠是叔叔 他有什么权出声 是吗 那到时大官人你和娘子 就可以长造夫妻了 是不是啊 是 好了 欲求生快活 衰下死功夫 嗯 王婆 你说得对 真是要一不做二不休才行 说得对了 是不是 这条鸡就叫斩草除根 你个小贱人 你出去风流快活 回来你还坐在我床头哭什么 你啊 我现在都还没死 大哥 都怪奴家一时把持不絕 只有受王婆和西门庆所骗 方才我出去找太医 收拾了一副医心痛的药 又怕大哥你多而不肯吃 如果不医你 又怕叔叔回来怪责 那我这么准退两难 就是哭了 你也知道我兄弟厉害了 如果你能救我 就万事皆忧 没有重回来 我不跟他说 那些药呢 又说有药 是是是 大哥 那碗药在这里 太医说半夜喝了它 用大皮蒙头 用大皮蒙头吸一身汗 明早就可以下床了 好 吃吧 吃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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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药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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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命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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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说 要跟你焗一身汗 很快就没事了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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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没事 救 救 你没事 没事 很快就没事 很快就没事 你没事 娘子 娘子 王婆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才是真的 那半夜是胃药的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你消息 我还以为出事了 那就大胆过来看看你 怎料原来你坐在武大郎的屍上 他…他…去了 放下来 快点 让我揭开一张给你看看 我的脚丸 娘子 小心点 好了 咬牙切齿 七孔流血 还不死吗 娘子 来… 来… 你休息一会儿 我煮好热水 让我和武大 抹了血 让他换回干净三府 然后用白包 遮住他的臉 也算不枉相识一场吧 王婆 王婆 怎么样 进来再说 进来 娘子 你也在这儿 那… 那就是成功了 对吧 我丈夫死了 奴家以后 只靠大官人你作主了 你千万不能负心 你放心 那位娘子 你这么辛苦为我 他日若有负心 就像武大郎一样的收场 别胡说 大官人 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那… 那… 没带那条尸 天罡就要入殡了 五座的河九 就不是善男信女 我怕他看出 那条尸有古怪 你放心 是河九 不用担心 我转头吩咐他两句 他又不敢不听我说的 真的? 嗯 那就好了 那… 那… 至于那些帘葬费 行了 我准备好了 这儿有十两银 你就拿去 帮娘子打点一切 如果不够 回来再问我拿 够了… 行了… 你… 你放心交给我做 至于河九… 他每天早上都在酒楼喝茶 行了… 我现在去找他就行了 来… 来… 请上座 不敢当… 不敢当… 我老狗是什么身份 怎敢跟大姑人坐在一起 不行… 要你坐就坐吧 要不要客气 你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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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酒吧 那不客气了… 好… 好… 对… 那些地方呢… 有点银… 千万不要嫌小… 遲些我也另有酬努… 大官人… 小人是无功不实陆… 怎敢收大官人的银… 再说吧… 大官人有什么用得小人… 隨便吩咐兩句 小人起這麼重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 今早早我聽聞 武帶就過了身 等一會兒去他家裡打點一下 臉壯武帶的屍體的時候 隨便站得過扯過 這樣就算數 你辦不辦 你們只是小事 用什麼 我又豈敢受大官人的銀量 如果你不收 我就當你不答應我 不敢 那就帶了他 收 多謝大官人賞 多謝 公頭來了 公頭來了 何狗 什麼事 你怎麼這麼遲才來的 風水先生來了整個時辰 人有三金 剛剛有些事妨礙著 所以就來遲了 火箭 進來開工 快進來 快進來 娘子 不要哭了 人死不能復生 武帶就死了 自我順便 真的慘了 我夫君只是病了 病了幾天 說去就去 老家很苦 經常聽人說 武帶就娶了個漂亮娘子 我都沒見過 原來真是個美人儀 世門慶大兒這十兩銀 也算有價值 你看 為什麼武帶朗的臉 紫色 口順還有牙刃 還有血 多時多時多時 你懂得什麼 這幾天天氣熱 屍體辣得快 所以是穀血 你胡說什麼 做事 對了 我想問 武帶是何時出殯的 娘子說三天出殯 三天出殯 你知道窮等人家沒什麼錢 你便搬他出去城外火葬 骨灰 骨灰 就殺在池塘上 然後在砂糖 擺個零位便算了 那也好 現在天氣熱 屍體化得快 早點燒 早點乾淨 大火葬 大火葬 快點做好手 我們下班 知道了 知道了 哥哥 快點 我下班 娘子 你這個父心人 武帶死了第二天 也有來和勞家相聚 為何這幾天反而不來 我現在就來了 昨天呢 前天呢 又是你說 沒有三寸釘在這裡之後 可以登堂入室 以後不用經黃婆遮掩 以後都來得找勞家 是啊 兩天不來 一定是去了令傑新歡 唉呀 冤架 我沒有來兩天而已 因為這兩天店裡 就是有些事要做 今天是端陽節 我方才廟會 還幫你製了首飾珠取 我家還沒回來 馬上拿過來給你了 真的 當然了 來來來 你看看漂亮不漂亮 你真是有我心的了 你坐一會兒 勞家沖茶出來給你 不用不用 不用你動手 我就給了錢黃婆的了 叫她買些酒菜回來的 你陪我吃飯嗎 過節嘛 陪你吃飯不好嗎 好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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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說你彈琴很厲害的 今天你一定要彈一首曲給我送走才行 好嗎 好啊 好 唉呀 你聽曲就聽曲啦 唉呀 又搞老家姐的鞋做什麼呢 嘿嘿嘿嘿 啊 真是很漂亮一隻瘦花鞋 給我要來做酒杯就對了 啊 老家腳小 你又取笑人是吧 你知道嗎 我最喜歡就是你腳小 啊 你這個龜名又叫做金蓮 啊 啊 真是腳如其名 好一對三寸金蓮 啊 唉 真是可愛的 大觀人啊 嗯 嗯 老家今天對你千衣百順 日後 你千萬不要忘記老家 啊 怎麼會呢 啊 姐姐你有百般好處 西門興呀真是至死都不忘的 啊 啊 啊 對了 你在家中到底排行第幾呢 老家排行第六 嗯 這樣就好了 那以後呢 我就叫你做陸姐 好嗎 陸兒任憑大觀人吩咐 唉呀 陸姐 來啦 讓我幫你歡意 唉唷 唉唷 別啦 你說聽曲先的 不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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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大觀人 你真是貴人事望了 我攝婆子找你找了幾天了 店舖又不見 酒樓茶坊又不見 你到底去了哪兒風流快活 唉唷 你現在在店舖就找到我了 對了 施大嫂 你找我到底有什麼事呢 大觀人 我攝婆子去做媒人的 找得你 就當然有好介紹了 有好介紹 啊 那什麼好介紹呢 說起來 你老人家都知道的 就是藍門外賣布 楊家那位正娘子 他家裡還有家底 南京拔布藏都有兩張 金銀珠寶多就不再說了 只是現前都聽聞有成千兩 上等靈寶就三二百匹 首掛一年而已 又無兒無女 只有十歲的叔仔 還手來幹什麼 錢我也有些 大觀人你當然不志在她的錢 不過這個娘子 她今年不過二十五六歲 身材又高挑 風流進潮百靈百里 針子女谷 無一不曉的 還彈到一首好的月琴 會彈月琴嗎 她娘家姓孟 排行第三 就住在臭水行 大觀人包你一見就喜歡 聽你這麼說的確不錯 那什麼時候可以相體呢 相體就不用急的 不過就只是有一件事 要先跟你商議一下 到底是什麼事 他們楊家 就只有一個十歲的男丁 所以全部都是由楊姑娘去做事 楊姑娘年輕手寡 又無兒無女 就靠這個楊家接濟 大觀人只要得到她幫忙 萬輪仔要嫁的時候 親戚之間有人要阻撓的話 只要姑娘開句聲 自然就能夠迎刃而解 她要怎樣才肯幫我忙呢 大觀人 西人所貪的當然是錢 她明知道 朱瑟夫她有一筆遺產 不沾好處又如何放人 哦,這樣才是吧 行了行了,錢不是問題 那你和我安排一下 那,那小老生呢 刺老賣老了 客氣的話呢,無謂多說了 是啊,是 那我個質疑呢 生前總算是積到多少家財 唉,只不過,不幸要望 落在澤西府手上 起碼都有一千兩 官人娶她過去 做大做小便便隨便你了 最緊要便留一份棺材本給老生 老實說,又不用你拿出來的 到時她舅父張四 若我開聲阻撓了 我一定會幫你作主的 是這樣便好了 請老人家你放心 舌媒婆就跟小人說過了 只要你老人家肯做主 莫哥說一份棺材本 就算十份棺材本都沒問題 小人這裏呢 就有六定三十兩的雪花觀銀 權作見面之禮 良知過門之後 再送多七十兩銀給你 兩筆籌段 至於四時八折 儘管上來我西門嘉一湯 飲食賀禮 你一定不會少你那份 這樣真好 今天第四回聽完 這個去到了一個小高潮 因為武帶被皇婆 與潘金聯合計讀死了 昨晚我們說到這個皇婆的角色 即是歸婆文化 歸婆文化 中國傳統的歸婆文化 為何她的角色這麼吃重 這個又叫寶母文化 這個寶不是我們經常說 又叫經理人文化 這個寶字不是說得罪了那些經理人 現在這個歌字 這個意義字編 這個真的都是讀寶字 說到皇婆這個角色 她不單是一個任回 來撤合這兩個西門慶和潘金聯 她的設立裡面有很多技巧 譬如要認親認戚 要成為一個契媽 中間要找很多藉口 使她來製造機會 而她也會製造到一些上床機會 讓你們兩個安安樂樂 完成好事 我們說說這個皇婆 這個角色 為何她會成為一個設計者呢 為何在整個謀殺案裡面 她是關鍵的角色 除了她是幫兇之外 其實她是一個設計人 是成見的設計人 她的權力從哪裡來呢 我猜皇婆這個性格這麼反常 我自己的推察 會不會跟中國古代社會 婦女的權力受到壓抑有關 婦女的職業不出 就是三姑六婆的九種 那你皇婆這份工 竟然是做任媒 她手上她有一種權力 就是把西門慶和潘金聯配對 她手上有一個權力的時候 她自然運用起來 她出於對那種婦女受壓抑的反動 有一種心理就是將她去到盡 這是一個嘗試用心理學去解釋 不然就很難解釋 沒有大郎跟你無冤無仇 西門慶也不是說給你多少錢 對,你很多錢嗎? 你兩個這樣配合 你已經結束了你的角色便離開 你為什麼要教她做這麼傷天害你的事呢 可能有一個比較超現實的想法 就是認為皇婆雖然一把年紀 但是她在整件事片裡 可能她代入了自己是潘金聯 這個是很深層的 佛諾伊德的分析 一代入之後 自己的身體不能夠成為潘金聯 但是她一切掌握到的潘金聯的行為 她在她手上 於是在一個層次裡 她成為了潘金聯的一個影子 換言之,這種都是壓抑 潘金聯就成為皇婆的肉體的一個精神延長 沒錯 所以她自己為何這麼熱心呢? 這個解釋到了 解釋到了 這個請教高人 聽眾聽完之後 大家又可以指教指教 因為今天時間差不多 所以只有留待第五回 跟大家繼續長探 這個金平會 劉天賜淘傑和各位在這裡講聲再會 拜拜 金平會第四回 陶傑、柳天智主持、姚瑟玲監製、陳七編劇 並且由紅亮石、雷鞄賢、車心梅、譚翠蓮、夏永恩、莫家駒、譚樹強等聯合播出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三 coolest 這不是很嚴重的嗎? 我們都講橋過去